欢迎回来 今天是双11的当天 我估计大家昨天晚上都买买买了 对不对 电商平台都爆单了 但是大家肯定没有了解过 双11背后这些品牌 他们是如何去协调运作的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我联系到了一个上海本地的咖啡品牌 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这些咖啡品牌双11当天 他们的真实的情况 到了今天的目的地 宝山国际企业港 已经到了柯林 刚上楼就听到各种 丝胶带包包装的声音 你看看那边 我刚才听他们说 他们今天要包3万单 然后呢 他们今天是3点开始上班的 包到了现在 现在已经包了6000单了 这个每个小楼里边 对应一个客户 这是一个客户 对 这是一个客户 对 这是一个客户 我问一下这个小姐姐 你有发错过货没 发错货 对啊 有没有多发呀 少发呀 这还会有到业货的程序 等一下那边会业货 就是说万一你多少拿了 他会知道的 对 他那边烟货 他会看出每个色感 他每一个都会考虑 我看到一个不错的味道 这是他们这个当天要发走的 这个小推车 已经推走了好多个了 有没有你们的这个小盒子的 Q一下 有的话Q一下 这是他们的存储生豆的地方 这里边呢 是普通的咖啡豆 这个咖啡豆呢 它是大概一周的量 相当于是一个中转站 然后呢 另外这边 这边呢 它是一个恒温室 恒温室的这个地方 它放的是一些精品的咖啡豆 进到这个精品咖啡豆的这个空间里面的话呢 它就是有很明显的这种清酒 就是酒香这种生豆的这种味道 蛮重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抱是能抱起来 但是如果要是扛的话 应该就扛不起来了 怎么抱都行啊 你能扛起来不 真的能扛起来 一只手都能扳起来 哦 因为我们这个工厂就是为自己造的嘛 不是为了代工办法 嗯 造这个工厂主要是为了品质 嗯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咖啡 食品这东西啊 最终还是要回味道品质 嗯 你品质不好的话 你包装再好也没有 所以我们原来是 我们觉得品质我们是很好 嗯 那现在的话我们把包装给年轻化 就希望给年外美质是好的 嗯 九五号 Z世代就是差不多就是00左右的 他们就喜欢有个性的 跟他们有这种共同特性的 不像这种我也很喜欢 你每天喝几杯咖啡 我每天喝很多 自己都不记得 我每天我就五六杯吧 嗯 经常喝咖啡的人啊 显年轻 而且是比较这种有亲和力的 善于分享 吵耳包 有没有喝过的 这个是美式 登一间 我是不是就穿上这个就可以了 穿上帽子 很像平时在咖啡店里面 见到那些店里边的那些磨豆机 跟这种商业工业类的磨豆机 真的还是不能比 这种大型的那种工业磨豆机 真的是磨豆子真的像绞肉一样 这么大一罐子 进去了之后一小会就磨完了 真的是厉害 后边的这三台机器 都是做文科的挂耳包的 那柯林的创始人Colin 你可能会觉得 他是个妥妥的理工男 但如果聊起来咖啡 他根本停不下来 如果你再跟他聊点动漫 这一下子就暴露了老二次元的本质了 看一看柯林的小吉祥物小C 是不是有内味了 另外一位创始人Will带我们参观了 工厂的生产流水线 介绍了咖啡豆整个烘焙的一个过程 生豆会先放到下豆口 经过管道输送到烘焙机的下豆舱 然后进入到烘焙机 全程的自动程序烘焙 出锅后再冷却盘冷却完毕 然后要筛掉豆子中可能残存的小石子 接着过色选机 挑出烘焙颜色差别过大的豆子 最后传到包装间 一部分封装成袋装的咖啡豆 另外一部分研磨成咖啡粉 做成挂耳包和袋装的咖啡粉 这台是60公斤的ProBet烘焙机 Will告诉我说 它每天的产量在2吨左右 三台FUSO的挂耳包机器 每天的产量在6-9万代 双11当天他们大约发出去3万件订单 这个数量要比平时多很多 所以他们是凌晨3点甚至是通宵工作 来保证当天能够顺利发出 为双11奋战在工作岗位的电商人点赞 RESWARE 最后我们亲自体验了一下双11 在包装间装箱打包的工作 然后毕导现在要感受一下双11打包的工作节奏 好期待 然后下一个 这个来 这个装错了一盒 那办 现在也找不着了到底哪个装错了 一整天的探访学习到很多 那这家工厂是柯林新建的工厂 从扩充生长线以及双11订单 和整个淘宝天猫的咖啡品类数据可以看出 咖啡在中国短短的这些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的势头 那咖啡文化在中国从之前的小资 商务慢慢变成刚需快速消费 那当然这离不开国内众多咖啡人的共同努力 那希望咖啡能在中国本土形成每个地方 以及区域独特的咖啡文化 加油 我们下期见 Cheers